让你更寂寞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有时爱与伤 谁没搞得活多久 我们终于可以确定 彼此无法适应 才在倾盆大雨等夜 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反响非常棒 作者看完也有一肚子话想说 但从演唱来看 作者认为张信哲和吴斯凯的舞台是最棒的 是真正的歌神合作 而且两人的友情也很让人羡慕 是经过岁月洗礼 经受得住时间磨练的真情 当知道自己要做召集人的时候 张信哲搜罗了跟自己合作过的演唱会的好朋友 吴斯凯 纳因 王菲等 很多歌手和音乐人 但是张信哲的心里 吴斯凯直接打败了王菲和纳因 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好哥们 吴斯凯也很给力和信任对方 当下就决定 只要是张信哲的演唱会 直接让他签合同就好 真的要感谢张信哲邀请了吴斯凯 这个许久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的歌手 这个快被时代遗忘的音乐人 曾经也是男神级别的呀 那首《爱与愁》一开口就让观众听进去了 是黄渤都唱不出来的味道 张信哲就更神了 几十年过去了 这个男人的声音居然一点都没变 无论是现场还是录音棚都唱得那么稳 而且声音里自带让人共情的魔力 走到哪里都会轻易打败别的歌手 是谁都模仿不来的 过火听了那么多遍 张信哲再在这个舞台上唱响 还是会很感动 有人说张信哲和吴斯凯的演唱是真正的演唱会 是真的在唱歌 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 也不需要刻意调动现场气氛 就只是你接我 我接你的演唱 即使全程闭演 那场面也足够震撼 没错 真正的实力歌手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和实力 说到这里 真的要向这两个实力派前辈歌手致敬 后辈蔡维泽说 有些歌手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唱整首歌 只唱一句就知道他有多强 是啊 在很多后辈甚至整个华语乐坛来说 张信哲和吴斯凯都是标杆教科书级别的存在 很敢讲哦 对啊 我也是这样认为 毕竟是第一次的大合作嘛 那而且在这个合作之前 我们每一组都没有讨论过 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们就是只是交出一个 我们觉得适合我们这一组的好的表演 张远是张信哲的铁杆粉丝 在最初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 听到张信哲的声音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什么 什么声音 哪来的 听上来的吗 张信哲和吴斯凯演唱会的时候 张远带着林七佳几个兄弟跑到台下当观众 一帝 恭喜张远现场追星成功 虽然没能获得最后的安可 但更期待后面这两位哥哥的精彩舞台了 但可惜的是 尽管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整体质量颇高 目前口碑也很好 但并没有成为爆款 第一个原因 宣发不给力 正如上文所说 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看点很多 单单是阵容就足以吸引很大一批观众 但可惜节目组宣发不给力 虽说上星综艺和网播综艺的差距已经很小了 但毕竟还是有差距的 尤其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是有个全新的网综IP 观众需要从网上知道这个节目的存在 第二个原因 首场主打情怀不够极致 首期节目同样主打情怀 林七佳的选举是 思念是一种病 戴佩妮 周慧 江美琪的选举是 新德瑞拉 张碧晨 小鬼的选举是 小城夏天 周振南 蔡维泽的选举是 两只老虎 品贯 黄品源的选举是 我以为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张信哲 吴斯凯的选举是 过火 爱与愁 我看着山下千万的窗 谁不曾感到失望 就算会耽末 就算会耽末 也还要去刷 未来的荣耀 直到不再相遇都像美女 那么想变 你无所谓 过了过 让你更寂寞 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可是爱与生 谁能靠到我多久 尽管首期节目的选举 已经足够情怀了 但其实并不够极致 比如林七佳的四人 其实都有代表作 但却选择了思念是一种病 如果他们能合唱 某一位成员的代表作 热搜不买也会有 再比如戴佩妮 周慧和姜美琪 如果能合唱戴佩妮的 《怎样?你要的爱》 或者周慧的约定 姜美琪的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热度已经会更高 我就会打死的唱 但信实是 秦怀这个东西 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如果加入诸如全新编曲 合唱 互唱等不一样的东西后 热度的传播会很快 但可惜节目组有这个条件 却没有实现 但其实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是有真人秀环节的 只不过被放到了加根版当中 节目组同样应该背锅 因为真人秀环节其实有不少看点 而且上了几个热搜 比如张远说自己会唱张信哲一百多首歌 比如在我有你没有游戏环节 张碧晨说自己是冠军 但他忽略了陈楚生 周震南 蔡维泽都是冠军 张远 王岳新和陆虎都是分区赛的冠军 从节目的策划和质量来说 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似乎希望成为一档高质量高口碑纯粹殷宗 所以节目组可能才没有买热搜 也没有把真人秀放进正片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节目组的诚意和态度值得点赞 但还是那句话 在当下综艺市场环境中 不是到搞点噱头是很难出圈的 尤其是节目初期 如今 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2 已经官宣定档 留给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出圈的时间不多了 希望节目组搞点事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